最新的NBA消息就是一望张黄老朋友James 跟古人续约了两年9710万美金 真多 我不用那么多 我只要后面那10万我就觉得很开心 好 为了这点来讲 他现在目前的盛亚总额是来到5.32亿 其实我觉得很难得 为什么 因为亚克尼也知道这几年真的是大顶新时代 很多人超英赶美 但是老婆是出道极巅峰 2003年出道 那就其实跟Nike签了个五年9千万 他整年下来5.3亿 但虽然说这个纪录一定会被打破 但是也代表了张黄真的是 到38岁以来真的是打得相当相当的出色 你要知道LeBond Jiménez什么时候加入NBA的 2003年 那一年他是选秀状元 那一年还有Chris Bosch 还有Duan Witt 现在这些人都退休了 只剩下LBJ现在还在草上奔驰 而且还是缴出来的数据 不会输 都是顶级的一个数据 这也是为什么胡人愿意 再给他这样的一个两年的顶级的合约 这两年的一个价值 哇超过9700万美金 原本他跟胡人的合约剩下一年 那现在他renew这个合约 一口气给他两年 那因为这个詹姆斯之前也讲过 他希望等到2024年 他的儿子 儿子那个时候19岁了 有机会可以参加选秀 他能不能父子同台一起打球 我们知道过去在美国职棒 这个老葛瑞飞小葛瑞飞 曾经同时为这个西亚渡水手队来效力 可是篮球要爸爸跟儿子一起在球场上打比赛 我觉得是难度又更高了 因为篮球真的是肢体碰撞非常激烈的一项运动 那两年过后 LeBron James已经39岁了 那个到时候跟19岁儿子同长进行 那会是一个多么感人的画面 没错 尤其这个篮球的生涯年龄又比棒球来的稍微短一点点 这真的是一个相当难得的记录 好险老葛出道很早 所以还有这个机会可以拼看看 但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 镜头转到我们这个足球赛场上 这也是一个最近这个足球迷都在谈论一个话题 红魔 漫联 光芒不在 怎么说呢 看到这个西流这张图就替他哭哭了 现在看到现在目前来说是二连半 1992年最惨 这整个球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低迷 所以造成现在原本说西流被卖了 但现在好像传说有可能把它卖掉了 曼联的这一个开季我觉得这个是有征兆的 因为在前几个礼拜 其实我们在讨论到足球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讲到 因为上个赛季曼联在整个英超联赛的名次 在这个赛季没有办法来打欧冠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讨论过 C罗那个时候想走 因为C罗虽然是重新回到了曼联 但是他希望能够在新球季 他也不年轻了 C罗也38岁了 他也想要在新赛季来拼拼看欧冠联赛 那感觉上在整个球队的整个开季前的一个气氛 就不是那么的融洽 那加上新任的这一个新的总教练 Everytan Hecht这个荷兰籍的教练 那虽然是牌子很大 但是感觉上在这个对于球队的一个阵容融入方面 这曼联今年开季的确是 有这样的一个球队气氛不是很好 那所以开季二连败 而且第二场比赛输给那种算是 名不见经传的比较 是0比4输球 那一场比赛是光是上半场 前面35分钟 曼联就丢掉4个球 这真的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这会发生在活外人身上吗 我们知道其实曼联 他是在全世界的球迷其实都很多的 他的球迷不会比利物颇少 可是这几年看下来 曼联真的在逐渐的走下坡 反而是同城球队曼城 在有了中东 这种游王的资金溢注之后 曼城最近这几年 其实英超联赛的冠军真的拿不完 那利物浦在这几年 其实也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力 那我觉得下一场比赛 红膜曼联对手刚刚好就是利物浦 那双红会这样的一个对决 我个人是蛮悲观的 我觉得曼联可能要开季三连败 可能要写下对此记录 没错 那那个曼联想要走出的泥沼 总使这个媒体的这个写法 就看能不能真的逆转 或是发生奇迹来击败这个利物浦 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 也就是说现在C罗的状态 刚才雅里克有所长38岁 跟Labrond Jens大概同个岁数 但现在呢 这个交易的传闻 一直都不断 甚至有时候外界 那我们在乡周会讨论到说 球队是说非麦皮 那因为现在来看到就是 现在有内部传闻是 他们在第二场比赛之前 礼拜四的时候 这好像传言是内部更衣是有大草 其中一项就是跟曼联 要不要卖C罗这个议题 有很大的关键 所以球队气氛 我们讲气氛 是不是也是左右曼联的战绩关键 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绝对的 你说C罗是非卖品 当初梅西也不觉得 他会离开巴塞隆纳 对不对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的 那天使会不会卖大股乡品 其实也很难讲 明年可能真的 就会把大股乡品给卖掉了 那C罗如果没有办法曼联的战绩 带来正面的效益 反而变成休息室的怪神的话 因为他资格够老 对 牌子够大 对 如果他能 他在球队上制造分裂 或者是他摆出那种摆烂式的这样的踢法的话 我觉得那对于曼联 这个球技的发展来说 绝对不是正面的 那如何趁着这个球员 还有价值的一个情况之下 把它交易出去 那当然C罗他是想要去可以提欧冠联赛的一个球队 那当然欧洲五大联赛有很多队的都可以提 都有这样的机会 都有这样的机会 那就看曼联能不能把这个交易谈得成了 就让我想到好像最近蓝网队的Kevin Durant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自由人生在下周会蔓延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再来关注到我们延伸到来看世界杯的话题 我们这一次来到的时候 我们B组的这个部分 先来看到这个在这一个分组 三师军团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 英格兰这支球队也被号称去足球的故乡 先来看到过去整个历史 1966年首座世界杯冠军 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一度黑暗 但是80年代的时候复苏 从98年法国世界杯就连续七届获得出赛资格 上一届俄罗斯世界杯也是挺进到了 甚至想由Carrie Han那时候代理 所以是拿下了电军 那今年大家也很重视说英格兰能不能在这一组出现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一组美国威尔斯跟英格兰 伊朗有人说这是另类的死亡之组 因为伊朗这几年其实在亚洲的一个表现实力都蛮稳定的 都可以是打进到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 不过要进入到淘汰赛 要过得了美国 然后英格兰的这几块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那讲到英格兰 那当然它有悠久的一个历史 当然英国人最骄傲就是 他们是足球的一个起源地 Southgate其实刚才讲到曼联 他也是前曼联的教练 那1960年拿下世界杯冠军之后 其实大家记忆应该很深刻的 1986年在墨西哥世界杯的 对马拉杜纳的上帝之手 没事 英格兰已经打进到八强了 但是在八强碰到阿根廷 输给了马拉杜纳的上帝之手 结果从那一届开始就整个就 执蕊 就有点软掉的感觉 然后到了90年世界杯 然后94年世界杯 98年世界杯 其实都能够打进到会内赛 可是都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你看这几年 英格兰出现了这么多门将 从上个世纪的贝克汉 到现在的Herry Kent 这么多有名的球员 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说 感觉上要问鼎 这个世界杯冠军 始终差了那么一步 上一届其实 这个世界杯也是差一点点 打进到四强 可是最后还是没办法打进决赛 就跟亚里哥说到一点 就是说 其实在欧洲这个地方的足球赛 是很多 包含像是我们看到英超欧冠世界杯 那其实这踢下来 之前就有在讲到说 因为上一次整个英格兰的黑暗截 就是面临到他们的球员 太多都是踢得太多比赛 那这一次来看到的话 在球员英格兰 在今年 因为上次有好的表现了 在今年这一次的话 要出现不是难度 但有没有机会创造 像上一次四强 这么好的一个表现 其实大家还是有点一律在了 今年的卡达世界杯 其实跟过去几届的世界 不太一样 因为今年在亚洲的卡达 因为没有办法在七八月办 因为过去的世界杯都在七八月 那各国的联赛 也会为了世界杯来办理停赛这样 可是今年因为在卡达举办 七八月卡达不可能太热 所以一定是等到年底 11月 我们上个礼拜才讲到 卡达今年特别改赛程了 原本自己的对战 不是开幕战的一个对战组合 结果硬是要改到 11月20号 礼拜天 他们是开幕战的一个对战组合 所以在天气不那么热的 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球员的一个调整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经典赛也好 讨论世界杯也好 我觉得运动员 他的每一个赛季的高峰 他一定要自己 对 都有他们调整的一个方法 能不能在整个 因为现在在欧洲的五大联赛 八月份都已经开始踢新球季了 那踢了三个月之后 怎么样把自己的状况调整到 迎接在11月底的世界杯 我觉得对于这些球员 对于这些参赛国来说 那现在这是各国的总教练 都要伤脑筋的问题 尤其是今年在这个B组 还有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一支新面孔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威尔斯 那这个过去真的比较 如果比较少看出球 球迷会对他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理解 那就可以看到这一次 其实踢进到了这个惠内赛 而且过去可以看得到 他其实跟英格兰是画上一个等候 因为很多他们这个地方的球员 都到英格兰去踢 但是他们现在通过很多 包含像轻讯系统 以及像科学培养基本功 有点像早期比利时 在培养他们2020年AP的球员一样 他们这一次是顺利晋级到这个地方 而且还有机会拼看看 能不能再更上层楼 之前就很多球迷在问 为什么大家都是 法国就是一国来参加 荷兰就是一国来参加 可是英国就要分成好几个国家 英格兰 威尔斯 苏格兰 这没有办法 因为当初的注册的时候 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区域来注册 所以这个是英国他们先天上的优势 不过如果我说实在 如果能够把苏格兰 威尔斯跟英格兰 组成一队的话 那这支英国会是很强的 像奥运这样的比比法的话 那威尔斯其实这几年 他们的当家球星Garis Bale 其实是他们正宗的一个 非常主力的核心的一个球员 他过去也踢过黄马 当然现在离开黄马之后 威尔斯在今年是创下了 这个史上这样的 很久再度进军世界杯的一个记录 不过我是觉得 他们可能今年 从回到世界杯 应该还是会止步在小组赛 要打进到淘汰赛的话 难度是蛮高的 蛮高 因为毕竟这一组还有传统大佬 英格兰跟美国在这边导入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球队跟球员 能够有精彩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每一周也都会有精彩的足球 以及世界杯赛一些分析 也请各位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谢谢亚里克今天的讨论 谢谢小莱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